谁不知道,京圈大佬谢文远有个捧在手心上的小姑娘 小姑娘千娇百宠,就像是小说女主,被所有人浇灌 除了我,婚礼那天,小姑娘穿着白色婚纱,一脸挑衅地看着我 不被爱的人才是小三 你嫁给谢文远又能怎么样,我还不是照样是她心肩上的女人 文言,我嘴角微微翘起,转过头,一巴掌扇在谢文远脸上 你是死人吗?小三都找上门了,你装聋作哑 婚礼那天,谢怨怨穿着白色婚纱,当着所有人的面,站在我面前,一脸挑衅地看着我 不被爱的人才是小三 你嫁给谢文远又能怎么样,我还不是照样是她心肩上的女人 彼时婚礼还未开始,但是后台却站满了人 其中不乏不少在京城有头有脸的豪门子弟 大家面面相去,却没一个人敢上前劝阻 无她,谁不知道,京圈大佬谢文远有个捧在手心上的小姑娘 小姑娘千娇百宠,就像是小说女主,被谢家所有人浇灌 即便现在我是谢文远的妻子,那我也是商业联姻的摆设 根本没法和谢文远的心上人相提并论 后台一片寂静 谢文远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走上前,神色冷淡 在看到谢愿愿的时候,眼神才像化了冰的春水,柔和极了 等到再次转向我的时候,依旧是面若寒霜 傻站在这里怎么了,婚礼马上开始了 我冷笑一声,抬眼看向谢愿愿 你敢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吗 谢愿愿吃笑一声,原原本本地把那些话大声重复了一遍 话还没说完,我抡圆了胳膊,一巴掌扇在她脸上 啪,我常年健身,臂力十足,一巴掌下去 谢愿愿那张小脸当时就轻了 一滴鼻血从她鼻子里缓缓流下 破坏了她原本楚楚可怜的素颜妆 甚至还有几分喜剧色彩 谢愿愿像是没反应过来似的 捂着脸正正地看着我 我冷笑一声,左右开弓 啪啪啪又扇了她两个耳瓜子 谢文远心肩上的女人 笑死,我打的就是谢文远心肩上的女人 等到我还想仰手 谢文远这才反应过来 一把抓住我仰起的手 沈淑仪,你闹够没有 怨怨还是个孩子 你至于因为她说两句孩子话就打她吗 她是孩子,你还和她暧昧 你变态啊 等她说完,我冷笑一声 转头看向谢文远 谢文远皱眉看向我 下一秒,我另一只手仰起 又狠狠给了谢文远一巴掌 我冷笑着看向谢文远那张高高肿起的脸 你应该不知道 老娘号称中国版九珠 外号巴掌战神 说完,我一把把谢文远甩开 指着她的鼻子破口大骂 老娘花15亿和你商业联姻 你给我搞金丝雀文学 老东西烂黄瓜想睡小姑娘就直说 少给老娘整什么养成文学 真他妈的恶心 说完,我一把把手捧花摔在谢文远脸上 今天这破事处理不干净 谁都不许让婚礼接着进行 你以为老娘稀罕和你结婚 追老娘的人从这里排到法国 轮得到你在这里挑三拣四 要不是你家老头子求到老娘面前 差点跪下 你以为你能有机会和老娘联姻 我可去你妈的 说完,我一把扯下头上的白纱 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后台 母亲等在化妆间 看我来,笑着对我竖起大拇指 不愧是我的女儿 霸气 我冷笑一声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敲起二郎腿 我在商场厮杀多年 不是傻子 谢家让谢怨怨当众羞辱我 不过是一场服从性测试 他们谢家是京城中的豪门望族 地位不可谓不高 然而这些年却因为赶不上时代潮流 谢氏集团示威 收入疲软 为了能拉到资金 他们不得不商业联姻 而我这个有钱没背景的女人 就是最好的选择 他们垂涎我十几亿的嫁妆 却放不下身段求我 于是他们干脆当婊子 立牌方 企图pure我 用自己高贵的身份打压我 让我这个爆发户自以为低人一等 最后双手捧着嫁妆 求他们用 想到这里 我冷笑出声 笑死 这大胆行为 狗听了都摇头 他们这如意算盘 打得好 却没想到 我却不是什么任人揉搓的阮世子 我是快爆炭 我从小被母亲抚养长大 母亲在改革开放出 搭上快车 当年仅凭自己 和几人合伙 靠钢厂起家 后期投资互联网 硬是攒起万贯家财 而我也清出于蓝 年纪轻轻 就在国外闯出一片天地 现在市面上的不少出了名的服装品牌 都是我旗下的子公司 商场如战场 能在商场上厮杀出来的人 都非等闲之辈 我和母亲都是一等一的吵架能手 要不是为了能在广阔的国内市场 闯出一片天地 我是绝对不会和谢文远联姻的 我打心底里 看不起谢文远 母亲的助理卧底在现场 助理说 现在谢家老太太来了 暂时还吵不出来个一二三 让我们先在化妆间歇着 化妆间里有瓜子零食 我和母亲干脆坐在沙发上 边嗑瓜子边大骂谢文远 女人在这个社会上 只要稍微柔弱一点 就会被男人分食 我和母亲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多年 自然知道这个道理 因此我们的脾气都泼辣 嗓门必要时刻也很高 我们都知道化妆间门口 有谢氏的人偷听 干脆骂的声音巨大无比 母亲出身是井 骂人的功力更是深厚 尖声叫骂起来 花样百出 十全大补 把谢家祖宗都从祖坟里翻出来 骂了个遍 我在一旁煽风点火 一直骂了半个小时 才听到门外人忍无可忍摔东西走 母亲悠闲地喝了口茶 阴阳怪气 没想到这就受不了了 早知道受不了 就别把那小贱人往婚礼上带啊 这不纯纯找骂吗 我笑着转了转手上的戒指 人家就是贱 听说谢家人全是M 越骂越听话 母亲深以为然 点点头赞同我的点评 又过了半个小时 还是没人来 我知道这是谢家人拉不下脸 他们不愿意放下高贵的身段 去求一个身份低位的爆发户 消息声响起 我拿起手机 是谢家老太太发来消息 让我看在她的面子上 原谅谢文远来参加婚礼 我当即冷笑出声 你的面子 你的面子就是驮狗屎 不愿意来向我赔罪是吧 那我们就硬刚到底 我看了眼时间 干脆利落地给谢文远打了通电话 电话接通 听着对面的声音 谢文远是开了工放 还没等谢文远说话 我就开口 谢文远 我给你五分钟 你这个大贱货 给我带着你养的小贱货 来给我上门道歉 不来的话 我记得 你最近找了个金融大佬 帮你打理资产 你别忘了 我的大本营在国外 基金产业还说得过去 从现在开始 你要是敢迟到 我今晚就做你对家 你做空我做多 你做多我做空 反正老娘有的是钱 不怕亏钱 你迟到一分钟 我让你亏一千万 老娘说到做到 说完 我也不管对面的呼喊 静止挂断了电话 三分钟后 化妆间外传来匆忙的脚步声 门被猛地打开 是谢文远和谢圆圆 我敲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 看着谢文远不情不愿地走上前 等到她低下头服软 我这才看向谢圆圆 小姑娘脸上轻轻红红 像是开了染房 我露出一个假笑 圆圆 我知道你只是个孩子 嘴上没把门的 我也能理解 没关系 以后我进了谢家门 慢慢教你 说完 我从手包里拿出一打钱 你是谢文远养在身边的孩子 我自然就是你的后妈了 教授妈妈 妈妈给你改口费 说完 谢圆圆猛地抬头 满脸泪水地看向谢文远 我笑意盈盈地看向谢圆圆 半晌 谢圆圆咬了咬牙 眼神恨恨 却不得不低下头 母亲 我笑了 手一扬 一打钱被甩在她脸上 好孩子 妈妈最喜欢的就是 自尊自爱的女孩 以后多和妈妈学学 别满脑子都是男人 那是性圆脑 简称神经病 得治 说完 我优雅起身 拍拍身上并不存在的灰尘 笑着转向谢文远 愣着干吗 文远 咱们走 婚礼圆满结束 而我沈淑仪 也在京城上层阶级 一炮而红 婚礼现场 掌乖养女和老公 还是豪门 这是何等战绩 大家都说我是个牛人 婆家原本想当着所有人的面 给我下马威 谁知道 却被我反杀 溶出去的臭狗屎 硬是被我塞回谢家自己人嘴里 外界说什么我不在意 我只知道 我成了谢家的大少奶奶 新婚当晚 谢文远来到卧房 脸色黑如锅底 沈淑仪 我告诉你 你现在是得到了我的身体 但你永远别想得到我的心 我冷笑一声 一脚把它蹬下床 谁稀罕你这白皮猪一样的身材 多看一眼 我这种晕猪肉的都觉得恶心 滚 等第二天 我神清气爽地起床 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豪宅的佣人们叫到一起 管家站在中间 捶手势力 我上下打量他一番 默然笑了 你如今的工资是谁发的 管家恭敬道 是少奶奶您 我点点头 看来还挺上道的 等他说完 我端起茶碗 拨了拨上面的茶末 既然知道是谁给你们饭吃 那就别吃里扒外 小心到时候老娘吵了你们 看那些个老东西还会不会要你们 说完 我抬眼看去 几个小佣人色缩了下 把头低得更低了 等到佣人散尽 我抬头 谢文远站在二楼 皱着眉看向我 我把茶碗放在桌上 慢条丝里道 有话下来说 我讨厌仰视别人 听我这么说 谢文远走下台阶 脸上挂着两个黑眼圈 大少爷没睡过地板 没事 以后经常睡就熟悉了 谢文远声音冷硬 沈淑仪 你何必赶尽杀绝 我挑眉 什么叫赶尽杀绝 这叫员工训话 他们听我的话 尽到员工责任 我当然不会吝啬 赏罚分明 这是做生意的基本逻辑 你在谢家当掌权人这么长时间 还没学会吗 看我一脸嘲讽的样子 谢文远深吸一口气 换了个话题 那十五亿你 什么时候给我 我被逗笑了 反问他 我的嫁妆 凭什么给你 你给我彩礼了吗 你就问我要嫁妆 你要我嫁妆干什么 看我三连问 谢文远钻紧手 低声道 谢家最近有点困难 资金紧缺 需要你的嫁妆投资 至于彩礼 是我们对不起你 我当场吃笑出声 一句魔龙两可的对不起 就想要我十五亿 做梦 我敲起二郎腿 靠坐在沙发上 笑道 想要我的嫁妆 可以 但是你投资的每一笔钱 给谢家注入的每一笔资金 都要经过我的人的手 你的每一个商业动作 都要提前给我的助理审核 听我说完 谢文远压抑了这么长时间的怒火 终于爆发了 沈淑仪 你别太过分了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刻薄的女人 看到她发火 我一把把茶碗摔在地上 啪 我死死盯着谢文远 谢文远 你他妈挺双标的啊 你谢家一毛不拔 资源人脉不让我用的时候 你三棍子抡不出来个屁 现在轮到我了 就说我刻薄了 我告诉你 商业联姻 你要是想合作 交换资源互通有无 我没问题 但是你要是想白嫖老娘 我看你有几条命敢这么作死 说完 我起身 俯视她 我知道你喜欢温柔的 但是你的喜欢 对我来说和狗拉出的屎一样 没什么区别 好好想想你自己的商业价值 拿出你的诚意 再来找我合作 说完 我丢下谢文远 拿起管家递来的包包 出了大门 我并不是什么养尊处优的豪门太太 我有我自己的事业 没时间在谢家当花瓶 为了审视在京城的分公司 我这段时间没少下功夫 原先和谢家联姻就是为了拓宽人脉 现在我的目的达到了 自然要忙着发展事业 经过我上午对谢文远的一番敲打 我在京城的工作开展的顺利了许多 看到了谢氏的诚意 我也不吝啬 大手一挥 为谢氏投了一笔钱 毕竟我现在也是谢氏的股东 我们也算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但是投资也是有前提的 为了防止谢家人拿着我的钱乱搞 我专门给谢文远发了份合同 三个月之内谢氏达不到我制定的盈利点 我的后续投资就不会跟进 听助理说谢文远拿到合同后 在办公室发了好大的火 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 反正他最后答应了我的要求 助理给我送合同的时候一脸担忧 沈总咱们这样步步紧逼 会不会有点太过分了 我满意的谈了谈合同 笑道 小敏 你现在还小 不知道和谢氏的人打交道 就是要这么狠 他们看不起我 也看不起我的出身 更看不起我的性别 现在这样的社会 对女性的要求太苛刻了 女人必须柔顺 必须屈居人下 只要她们表现出属于男人的特质 就马上有人说她们不安分 嫁不出去 包括我现在的所作所为 不过是最正常的商业行为 但是就是这样 谢文远却觉得我不步紧逼 不是个好女人 去他妈的好女人 在我的高压政策下 谢氏集团大船 终于缓缓开动 谢文远害怕我不给谢氏投资 拼了命的在谢氏工作创新 高层人员变动 内部风卷云涌 每天晚上 谢文远都是深夜才回来 等到我在京城的分公司 建设尘埃落定 我才想起 我还有谢月月这么个干女儿 管家告诉我 谢月月的生日快到了 按照原先的习惯 谢文远都会大操大办 在豪宅里办宴会 我也遵循习惯 并且多花了点钱 给谢月月置办了身珠宝行头 看着谢月月故作清高 眼里却掩盖不住狂喜的样子 我嘴角微微翘起 就让谢月月得意去吧 反正她也在谢家待不了几天了 宴会上 我一身身红色包囤礼服 脖子上戴着的是 母亲才从拍卖会上 带来的红宝石项链 主食身红如血 看上去危险又美丽 反观谢月月 一身藕粉色旗袍 长发打着卷 垂在胸前 看上去是不失粉带的楚楚可怜 谢文远一脸温柔地看着谢月月 眼神转到我的时候 却皱了眉 我毫不在乎 对着镜子补口红 宴会上 我挽着谢文远的手出场 众人面面相觑 却没人说话 我知道 原先都是谢文远和谢月月 一起出现 现在换成张扬个性的我 他们自然不习惯 但随后 他们却对我改观了 宴会开始 我丢下谢文远 端着酒四处应酬 原先看不起我的商人们 都纷纷笑着给我敬酒 毕竟我现在顶着谢太太的名头 他们也不好得罪 这些年在商场上 我不是白混的 几番应酬下来 那群眼高于顶的权贵们 也明白我是有几把刷子的 纷纷严肃起来 和我交谈 酒过三巡 我借口去卫生间 对着镜子整理头发 突然 我听到了几个小姑娘的声音 粉裙子的小姑娘对同伴道 没想到 谢月月后妈这么厉害 看上去就不好惹 另一个小姑娘吃笑一声 再不好惹又能怎么样 咱们几个的家境 还不至于讨好她 月月的敌人就是咱们的敌人 你们可别给她好脸 说完 我吃笑一声 只觉得好笑 几个乳秀未干的小屁崽子 还想孤立我 你们是京城豪们没错 但现在你们家 还轮不到你们说话 等到轮到你们说话的时候 我早已经在京城枝繁叶茂 我管你是谁 都必须和我合作 我懒得再去听 他们扯头花式的发言 整理好头发就回去了 等我回到宴会现场 谢月月已经站在谢文远身边了 谢文远柔情似水地看着谢月月 今天是我们月月18岁生日 祝我们月月平平安安 天天开心 说完她拿起放在软垫上的王冠 戴在谢月月的头上 那是谢文远专门从拍卖会上买回来的古董 价值连城 站在人群中的一个女孩 忍不住和同伴议论 看来谢家还是很看重谢月月的 谢月月抬起头看到我 温柔的脸上是满满的挑衅 我却对此视若无睹 谢月月扬起一抹无害的笑容 妈妈 你打算送我什么呢 有谢文远注意在前 如果我不送点值钱的更会被人议论不愧是爆发户 小家子气 而比古董还值钱的就只有股份了 但是 我嘴角扬起一抹诡异的弧度 笑着拍了拍手 管家端上来个精致的托盘 我一把拽下红布 是一封简单的信件 谢月月不屑地打开 在看到内容后去惊讶地瞪大眼镜 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我和她微笑对视 声音温柔 妈妈知道你学习好 眼光高 对学校要求也高 所以妈妈找了沈丽媛教授 为你写了封推荐信 把你推荐到慕尼黑大学法学院 在你18岁这年 妈妈助你前程似锦 活出自己的美好人生 说完 谢月月看我的眼神彻底变了 她自小豪门出身 耳濡目染 虽然对她来说 谢文远重要 但是现在来说 offer更重要 更何况 还是沈丽媛教授的亲笔推荐信 是谢文远登门拜访 都求不来的好东西 这时的谢月月 终于真情实感地 叫了我生母亲 我脸上的笑容 却愈加意味深长 德国慕尼黑大学的法学院 你就读去吧 一读一个不支声 毕竟 德国本科的三年 将是你人生这五年里 最有意义的七年 等你千辛万苦毕业了回来 保证你六根清静 对谢文远都提不起一点兴趣 毕竟老娘这么聪明的人 在那里都退了一层皮 才没言毕 谢月月这样有点小聪明 却姿势甚高的人进去 保证死得老难看了 谢月月这傻孩子 还在不停对我道谢 我则摆出一副慈母的样子 笑着收下了礼 宴会场上弥漫着快乐的空气 唯独谢文远和谢家人脸色僵硬 我瞥了他们一眼 却不搭枪 我知道他们打的是什么算盘 他们拖着不给谢月月找学校 就是想把谢月月留在国内 毕竟留着谢月月在国内和我作对 吸引我的注意力 让我和他在谢家内宅扯头花 到时候他们在谢氏用我的嫁妆 进行商业活动 也不用担心我会注意到了 但是我是什么人 怎么可能单于儿女情长 一封让人无法拒绝的推荐信 刚好堵住了谢家人的嘴 也解决掉了谢月月这个小祸害 谢月月拿到推荐信后 就着手开始学习语言了 留给她的时间并不长 而德语却并不像她想象中那样简单 即便她之前有德语基础 深入学习起来还是吃力 更别说还要兼顾其他学科 我干脆给她花大价钱 找了好几个高级家教 每天不间断地去谢家豪宅给她上课 谢文远在旁边看着 却挑不出一点错误来 她刚想让谢月月出来和我作对 就被我笑着拦住 老公 现在月月正处在关键时刻 你既然爱她 就别在这个时候耽误她 我虽然没什么文化 却也知道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月月喜欢这个 不是好事吗 说完 我眉眼弯弯地盯着谢文远看 硬是把谢文远看出几分心虚来 尤其是那句没文化 更是说得她造得慌 原先她看不起我 连我的资料都懒得了解 直到我在谢月月的生日宴上 拿出审理员的推荐信 她这才警觉起来 慕尼黑大学法学院毕业 法律金融双学位 说是期间无意中遇到了 某位奢侈品品牌创始人 找到创业方向 干脆利落地退学 创立自己的品牌 年仅28岁 坐拥万贯家产 却低调行事 在今年进军国内市场 而她 自诩金圈大佬 却不过是靠着家族硬币 在国外水了个学位 一回国就开始不务正业养小姑娘 这样的她 怎么和我比 知道了我的来历 谢文远的自尊心受到严重暴击 这几天都躲着我走 而我却懒得理她 开始忙自己的事业 周五那天晚上 我约了几家供货商 一起在会所吃饭 会所环境不错 驱水流伤搭配记忆高超的琴师 将那江南小调唱得婉转动听 我和供货商你来我往 几番交锋下来 硬是在他们承受范围之内 用最低价拿到了我想要的东西 挺着大肚子的中年男人苦笑道 沈总和您打交道真是难啊 我笑得灿烂和他捧杯 王总谋赞彼此彼此 酒过三巡 我借口去卫生间 逃出来准备喘口气 天台上风景不错 我刚准备掏出打火机 就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谢文远和谢家的老太太 我扭身躲进身旁的窗帘里 听他们说话 老太太一改往日的和善 声音低雅冰冷 你怎么还是不对沈淑仪动手 不要告诉我 你连个女人都对付不了 谢文远的声音则烦躁无比 不是我不愿意动手 是沈淑仪警惕性太高了 她不是阮氏子 那十五亿根本没法直接到咱们手上 老太太冷笑一声 不过是个纳闷 能有多大的本事 当初你嫂子不也是块硬骨头 最后还不是把嫁妆全吐出来了 天台上瞬间安静下来 老太太慢条私礼道 既然不愿意给嫁妆 那好说啊 把她整成植物人 她的钱不就都是咱们的了吗 就像当初对你嫂子那样 不要告诉我 你连这种小事都干不了 听她这么说 我动作一顿 眼里闪过一抹讽刺 看来 谢家也不是什么好人家啊 等到那对母子离开 我刚想出去 就听到一阵脚步声 下一秒 一道温润的声音响起 沈总 刚才那些话 您都听到了吗 我一把拉开帘子 抬眼看去 一个身材修长的男人 站在我面前 戴暗纹的白衬衫 灰色毛衣 金属框眼镜的斯文败类 是谢氏集团的职业经理人 也是谢家的私生子 谢景文 这个15岁前在贫民窟长大 15岁后进入豪门讨生活的私生子 骨头硬的惊人 在谢家挣扎三年 18岁去美国留学 学成归来后 依旧选择效忠谢氏 我卷了卷发尾 抬头懒懒地看着他 谢总沙非苦心地 让我听到这些 有何贵干 谢景文轻笑一声 也不兜圈子 坦白了他的野心 我要整个谢家 和我合作 事成之后 给你谢氏6%的股份 15亿连本带利 我如数归还 我上下打量他一番 干脆利落地握住了他的手 成交 能这么轻易和谢景文合作 原因很简单 谢景文的身世 占了大半原因 昏庸好色的谢家老爷子 强势阴狠的谢家老太太 被抢娶豪夺的谢景文母亲 再加上私生子谢景文 更何况 谢景文这个职业经理人的位置 早已经让谢文远看不顺眼了 要不是董事会摆班阻拦 谢文远早把谢景文撸下来了 到这个地步 就算谢景文在与世无争 也要争一争了 更何况 他还是个野心勃勃的人 答应了谢景文的合作要求 我也并没有轻举妄动 我依旧和往常一样 每天正常上下班 没事摆着母亲架子 关心一下 学习学到虚拖的谢远远 再用刻薄的语言 羞辱羞辱谢文远 谢文远这样的人 你强他弱 你弱他强 在我的高压政策下 他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下 直到我把京城分公司的业务做起来 并且开始以投资人的身份 分走谢氏一大笔钱的时候 谢家老太太终于等不下去了 在我分钱走人后 谢家老太太一拍桌子 当着一大群股东的面 他指着谢文远的鼻子 大骂出声 我怎么养出你这个废物 说完 老太太黑着脸摔门而出 谢景文笑着 向我复述这一切的时候 我哈哈大笑 等我笑完 谢景文才端起桌上的咖啡杯 开口道 不过沈总要小心了 连老太太都生气了 那离对你动手也不远了 我吃笑出声 谢家就是因为 这个佛口舌心的老东西 才落得现在这样落魄的地步 我分走40%的盈利又能怎么样 要不是我投资 他们现在一毛钱都落不着 说完 谢景文点点头 谢家人占便宜占惯了 就是这样 你现在小心点 老太太身边有我的人 她对你下手的时候 我会提醒你 等协商完 我们又聊了两句合作事宜 随后各奔东西 想要让一个人合理地离开这个世界 方法很简单 下毒 车祸 下毒分两种 慢性毒物 或者直接要死 自回国后 我就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 想直接要死太明显了 那就只有慢性毒物了 但以现在的形式 我就像一块疯狂吸水的海绵 每时每刻都在扩张自己的领地 每耽误一天 谢氏在京城的地位 就会被我蚕食一分 慢性毒物见效太慢 估计还没等到我出现症状 谢氏早就性沈了 相比之下 车祸成了性价比最高的 干掉我的方式 谢景文说 谢家那个老妖婆 最擅长靠车祸来掩盖罪行了 当初她母亲就是因为老太太 策划的一场车祸 丢了性命 时至今日 老太太虽然依旧强势 但她也今非昔比 谢景文向我保证 只要她接到消息 就一定会来向我通风报信 毕竟我现在和她 也算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计划实施的日子 很快就要到了 之前为了给谢院院镀金 谢文远专门给谢院院 修了座美术馆 把她的油画作品 展览在其中 而这座美术馆 刚好竣工 而谢文远作为美术馆的老板 自然要出席 接牌一试 我向来嫌弃谢文远 不愿意和她坐一辆车 这次也不例外 谢院院要复席 只能我和谢文远去 就在临走前 我的秘书给我打了一通紧急电话 说原定的供货商 突然坐地起驾 让我赶紧去公司谈判 刻不容缓 我接了电话后 马上通知谢文远 让她先走 谢文远虽然对此颇有微词 却碍于我的淫威 不敢说什么 只能先行一步 她常用的那辆车 半小时前才发现 车内系统出了点小问题 谢文远以为是母亲给的暗示 很顺从的 就换了我常坐的那辆车 在谢文远离开的五分钟后 我随便在车库选了辆车 去了公司 供货商出问题是真的 但我不是傻子 早有预谋的事情 解决起来轻松极了 等到一个小时之后 我处理完供货商反水的问题 刚出会议室 就接到了警察打来的电话 电话里说 我的丈夫谢文远 遭遇了严重的车祸 脑浆都撞出来了 让我现在赶紧去医院 我马上表示 自己会第一时间赶到医院 并请医生全力医治 不论代价 等我到医院的时候 谢家老太太早早守在病房门口 看到我来 她眼里迸发出的仇恨 几乎化为实质 沈淑仪 你这个贱人 你为什么要害我儿子 一边说着 她一边扑在我身上锤打着我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了 你为什么要害她 我的助理小敏身强体壮 一把把她推开 面若寒霜地盯着她 老太太 我们能理解 你儿子出事时 您的心急 但是 你也别乱泼脏水 我们沈总才从公司赶回来 怎么可能有时间谋害你儿子 倒是您 那肇事司机 马路那么宽 怎么就非要撞上沈总常开的那辆车 小敏被我锻炼的一脸凶向 锐利的眼神扎过去 谢家人都心虚地错开视线 站在一边的谢景文拦住老太太 母亲 警察还未调查完之前 你还是多看看哥哥吧 不说还好 听谢景文这么说 谢老太太恶狠狠地看向她 半晌 他一个巴掌扇在谢景文脸上 四周一片寂静 谢景文一言不发地低下头 轻轻用修长的手指碰了碰侧脸 谢老太太冷笑道 你哥哥现在出事了 最得意的就是你吧 我告诉你 文远要是有三长两短 你们一个都别想好过 说完 他甩开搀扶着他的庸人 大步远去 我和谢景文站在手术室门口 相顾无言 医院走廊灯明明暗暗 我却在谢景文眼里看到类似火焰的光芒 这个男人并不像他外表那样乖顺可气 谢文远原本是有个哥哥的 但是三年前 却在美国赌博时被人在赌场门口一枪毙命 谢老太太大发雷霆 聘请了最专业的律师团队起诉赌场老板 一定要为儿子的去世找个真相 但是赌场老板被靠当地黑帮 而且老板的弟弟更是当地有名的律师 两方势力抗衡下最后因为事情发生在一国他乡而无果而终 但是如果深究的话就会发现 那位律师先生的同性爱人 是谢景文在美国留学时关系要好的同学 爱不能激励人 但恨可以迸发出强大的力量 谢景文这个人是被仇恨浇灌长大的 就像是一条毒蛇 折服多年 最后趁你不注意 将你一招毙命 这样的人轻易招惹不起 医生不是神仙 脑浆都被撞出来的人当然活不了 谢文远在被抢救了十几个小时后 被医生宣判死亡 谢老太太接到消息 差点晕过去 但是只是差点 因为警察来了 警察带着肇事的货车司机的供词 来抓犯罪嫌疑人了 那货车司机不是傻子 谢老太太承诺过 把我撞死了 她会为她的女儿和母亲支付治疗基因病 带来的高额费用 但是现在她搞砸了 她撞死的是谢老太太的心头肉 唯一的儿子 现在没人会护着她了 为了能求个从轻发落 她很快就招了个干干净净 警察根据供词 马上逮捕了谢老太太 谢老太太还想亮出自己的身份 躲过牢狱之灾 谁知道那两个警察出出茅庐 根本不怕她 她这才觉得害怕了 苍老的声音夹杂着恐惧 想撤医院 我和谢景文坐在警察局 做完笔录后就被放了出去 经过这一番折腾 我已经有些疲惫了 而谢景文却依旧精神 她先一步做完笔录 不知道从哪里又换了身衣服 西装革履的身上 还带着淡淡的香水味 我转头看过去 她推了推鼻梁上的金属框眼镜 笑得风度翩翩 沈总 你回去休息吧 等到你睡醒了 股权和十五亿我会全数奉还 看着她那副样子 我知道 折服了多年的她 终于要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了 我对谢家的那摊子迫势并不关心 谢家内部鱼龙混杂 子之无数 想要在这么庞大的集团里抢东西 不亚于在一群饿狼里抢肉吃 我来谢家不过大半年 谢家就像沼泽 没做好万全的准备 我不会轻举妄动 更何况我在京城的分公司 还有不少事情 仙子啊 并不是夺权的最好时机 给我婚姻法赋予我应得的股份和十五亿 我就知足了 豪车开往谢家豪宅 我刚下车 就看到谢院院小脸苍白的等在门口 看到我下车 她张开嘴 欲言又止 我走上前 拍拍她的肩膀 谢文远死了 谢院院艰难的点头 随后抬头看向我 全然没了原先嚣张跋扈的样子 我轻轻呼出口气 上学还是要接着上的 慕尼黑大学法学院要求不是一般的严格 你现在的水平还差很多 好好学习吧 说完 我低头盯着谢院院的眼睛 至于其他的 谢文远没有给你任何包括股权 信托 房产之类的东西 而在法律上 你们并不属于收养关系 谢文远对你没有监护权 你拿不到她一毛钱 听我这么说 谢院院的嘴唇刷一下白了 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 原先谢文远养着谢院院 不过是想过一把养成文学的瘾 并未对谢院院的未来上心 毕竟她未来也是要依附自己 资产给多了 反而对谢文远是坏事 但是看着谢院院的样子 我叹了口气 回头看向等在我身后的律师 那女律师走上前 拉着谢院院的手 递给她一份协议 律师声音柔和地解释道 沈总身为你的继母 不会放任你不管的 这份协议里规定 只要您承诺 以后不参与谢氏的内部斗争 不以谢文远养女的身份 在谢氏活动 您就有权利拿到一下资产 其中包括您在德国留学的 所有开支和5000万现金 以及京城两套现房 谢文远为您买的 所有奢侈品和珠宝 您都可以带走 谢院院的愣在原地 随后梦地抬头看向我 我脸上表情淡淡 花点钱买谢院院 再不进入谢氏 值了 现在谢院院不构成威胁 但以后要是有心之人 以谢院院的名义 在谢氏行走 也是麻烦 但是谢院院要是有野心 不签协议 我有一万种方法 让谢院院彻底离开谢氏 半晌 谢院院死死拉住我的手 急切道 我愿意 我愿意签 把协议给我 我马上签 听到她这句话 我满意地笑了 谢文远给她买的珠宝 就不止5000万 再加上我给她的现金和房产 只要她安分分的 足够她在京城吃喝不愁一辈子 开学季 送走谢院院 我开始着手处理 从谢文远手上继承的股份和资产 这次商业联姻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从商业角度来讲 我获利确实不少 虽然谢景文手上的股份占大头 但是我的持股 也足够我进入董事会 去谢氏当天 我见到了谢景文 她已经是依附风度翩翩的样子 笑着和我打招呼 邀请我去喝一杯咖啡 我答应了 公司楼下咖啡店里 谢景文端着两杯才做好的咖啡 来到我身边 我接过咖啡 笑道 我本以为 你会请我去个更高档的地方呢 谢景文笑着摇了摇头 坐在座位上看向窗外 阳光穿过落地窗 撒在她脸上 明明是明媚的弧度 却让我看出几分伤感 半晌 谢景文正正道 我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 曾经路过这里 透过窗户 看里面工作的白领 当时我在想 我以后要在这里上班 赚钱养活母亲 后来 我成了这里的主人 可母亲却不在了 听到她这么说 我沉默了 前段时间 谢景文翻出了自己母亲的案子 要求法院重审 她说母亲并不是意外身亡 而是被谢老太太所杀 而她拿出来的证据链完整 事实确凿 谢老太太犯故意杀人 还有其他的罪名 恕罪并罚 最坏死刑 最好也好不到哪里去 牢狱之灾是免不了了 老太太一辈子机关算尽 最后家产却全数落到私生子手中 也不知道她会做何想 等到谢景文回神 看到对面的我 抱歉地笑笑 让沈总笑话了 我摆摆手 她接着说道 沈总这次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 以后在京城有什么需求 尽管来找我 谢氏内部斗争并不因此平缓 好在我当职业经理人时 积攒了些人脉 勉强算应付的过去 我们 就此别过吧 说完 她起身 向我道别 等到她走 我抬眼看向窗外 京城初秋 阳光已经明媚 树木郁郁葱葱 依旧是欣欣向荣的样子 来京城大半年 我发展了新公司 进了谢氏的董事会 我的未来才刚刚开始 谢氏